画面中看到一辆白色休旅车快速行驶 直直冲撞人行道 并且把一只小狗撞倒在地 自主看到吓了一大跳急的跳脚 驾驶才连忙退后 而一旁的电信杆也被撞到凹陷 休旅车车头被撞到凹陷 而小狗因为被撞地上血迹斑斑 实在触目惊心 带您看一段现场状况 今天意外发生在台北中正区 6号晚上10点多 保时捷理性驾驶沿着辛亥路 东向西行驶疑似疲劳驾驶 先与机车带转区停等的机车发生碰撞 在撞上人行道停等红灯 行人饲养的小狗 最后与耗制灯杆发生碰撞 检方到场将人紧急送医 理性驾驶并没有明显外伤 而被撞机车骑士疑似骨折 而行人的爱犬则是重伤 被送往动物医院急救 据了解理性驾驶并没有酒驾 详细的肇事原因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特效率 延伟